作词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胡夫骑士的 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628集 今天给大家做 铁工厂64号的产品 直接翻译的话 叫做坚强的守卫者 防护者 它是最近到 变形金刚居万里头的大汉 这个玩具本身的话 最大的亮点 是它的变形过程 当然一无极往 美形的机器人形态 也是可以大大的赞美一下的 它的头型非常好看 涂装也很优秀 眼珠子的话 现在好像机器人的眼珠 大家都能够轻松的 做出这种类似 MP10的这种水蓝色 所以现在眼珠的颜色 已经人人都很好看了 它的配件的话 有四把枪 两个小枪 还有两把比较大的枪 那大的枪的话 可以扣在后面这里 那替换的话 还是非常简单 轻松的取下来就好了 这把大枪的话 它有一个握笔 是另外藏在里头的 要另外把它给扣出来 把它扣出来 那握在手上的话 没有任何的难度 那这一次的话 我们要替换手的话 我就不会特别跟各位说 必须要做一个扩孔 因为大汉体型比较小 所以就不需要扩孔 这个变成车型之后的钻头 在机器人状态下 我似乎找不到一个可以插的地方 就这个地方看上去好像可以插 但其实插进去没有任何作用 插这里也不行 就各方面来看 就没有一个可以收纳的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它最漂亮的就是它的头雕了 这个面雕 头型圆形很好看 涂装也很棒 在一个打光情况下 散发出来的金属光泽 还是相当有那种沉重的感觉 摇身可以转动 手臂的话呢 三头顶座转动是没有问题的 那二头肌也可以转动 手轴的话呢 有一个可以曲折 但是呢 并不能够超过于90度 看起来好像有 其实是会稍微有点卡住的 全都可以转 因为是可以踢换手的 那前后左右踢啊 这个都不在话下了啊 然后这个脚接地也很好 轮胎踩在脚底下 非常的标致啊 背包的大小处理也很好 轮胎的话呢扛在后面 后面呢给各位看一下啊 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款大汉 它的非常非常精彩的变形过程啊 首先这个替换手的话呢 你要用握紧的拳头 或者是有握武器的拳头 都是可以的 其实并不影响啊 那我自己变形的时候 我喜欢先把腰转180度 然后这个部分呢 也先翻转180度 然后呢 这个有一些比较偏紧的部分呢 我会先把它给翻出来 这个部件都先翻出来啊 先到这里吧 那我们这个手臂的话呢 啊不对先把这个后面给解开好了 这个地方给打开 然后背包这个部分呢 顺着这个开口处 把它给往后面推出来之后 翻转 内外翻转 内外翻转之后的话呢 这里有个转轴 转轴把它给整个给拉出来 然后这个地方呢 有一块部件啊 把它打开之后 待会再往前面盖 先到这边就可以了 另外这也是一样 翻出来 转一个方向 然后整个的把它给拉出来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记得这里 等一下要记得翻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把这个 人头前面这个部分给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 头呢 往内部放下去啊 到这里 那么呢 其实这边才是车子的一个顶部啊 这边是车子的顶部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先把它 原本背包的这个部分呢 给推到前面来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是让人的这个头啊 人的这个头呢 去躲开 躲开这个黑色 你看到吗 这个黑色这一块 这一块缺口跟它后脑袋的缺口呢 是有一点点的吻合的啊 就是要提供一个空间 让我们能够把这个地方组合起来 那我们刚刚的话呢 组合到这里的时候呢 我们先把手呢 给往上转上来 在往上转上来之前的话呢 建议先把这个部件给推出来 还有下面有块部件 把它给翻出来 再把它给推到这边 这样子的话呢 会比较方便我们做一个变形啊 这里也是一样的 这个手臂的上方有一块部件 下方也有一块部件 这里 记得把它给翻出来 圈圈圈圈 手手手手手手掉了啊 变到手都掉了啊 变成拔插变形了啊 好到这边 各位应该能够看得出来 它的一个形状啊 它的一个玻璃的 应该说挡风玻璃 还有这个车窗的部分呢 直接告诉我们 它的形状怎么拼凑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把 这几个地方都组合起来 这个部件推过来 到这边 这里扣上去 扣上去之后呢 这里这个部件 推过来 转过来到这边 然后它有一个缺口 在这里 把它给摁进去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 它已经 这样子从外侧包过来 到这边 捏住 这个部件 转过来到这里 扣上 再来的话呢 就是这里有两个绿色的凸 要对车窗 下面有两个绿色的凹 虽然说纳美克星人是大长老一个人生的 但是我们也是可以想象一下吧 好 这里 这里 那这个地方一定要记住啊 这个绿色的这个板件 一定要整个完美的压进去 这样车头的形状才会漂亮啊 好 那它的一个前半部的话呢 就算这边算OK了 那我们接下来变一下这个下半身 下半身的话呢 我们刚刚已经把腰转 跟外摆那时候都已经先转过了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做呢 这个部件先往 侧边转一下就好了 然后呢 整个 最重要的地方是这一块 脚后面这一块 要把它翻出来 然后再翻转它 翻转个 180度 这个 这个凹啊 待会要扣在 这里 那我们这个时候这里整个空间已经空出来了 我们就可以用一个 我们都很熟悉的 这个 把大腿收进小腿里头的一个变形方式 把它往前面推挤过来 推挤过来的时候呢 这块部件顺势地把它往前面带过来 好 整个推进来了 然后就把这个凸跟凹在这里 把它给扣上去 那扣上去之后的话呢 这一块部件翻出来 原本脚后跟 这块部件把它翻出来 然后呢 顺势往上推上来 跟这边有个凸结合扣上去 再来把这个 翻转180度之后收到 车子的底部去 那么这一侧的变形就算OK了 那么呢 拳头就是要塞进 这个银色部件里头 有两个洞 到这边 到这边为止呢 你会觉得 好像所有的东西都挤在一起 这个时候呢 就是需要做一个 最后的调整了 那这块部件转过来 收到车子的底部 这里两侧扣起来之后 这边 整个形状都出来之后 就只需要做一个 最后的密合了 好 那么 几斤调整之后 它的车子 先给各位看一下好了 这是已经完全面形到位 滚动性已经很好了 上面的大枪的话呢 你可以选择扣在这里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扣在侧边了 那对我来说的话呢 这个武器的话呢 它的功能主要还是在说 是掩饰它上方的这个缺口啦 我觉得这是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毛病啊 那侧边的话 确实还是有一些 镂空的部分 但是作为一款 小比例玩具吧 我觉得也没有要求那么多了 前面的电钻呢 让它增添了几分科幻感觉 所以对它车型的 现实的符合度 还原度 我就自然而然地去降低了 那它是一块 配件插在这里 所以它是不能够转动的 那它轮胎看到打了锚钉 那真的是打锚钉的一个轮胎 真的滚动性的话呢 真的会好上很多了 那各位也可以看得到了 在全部变形到位的情况下 滚动起来是比较舒服的 它的变形的话呢 几乎身上吧 几乎绝大部分的零件呢 都参与了变形啊 所以是一款非常非常杰出的铁工厂的一个变形设计 这个应该是排得到第一名了 而且它的体型是很小型的啊 就是小比例中的一个小比例的玩具啊 那整体来说的话呢 机器人状态下呢 帅气度是最高的 我觉得机器人是我最喜欢的 载具也不赖 变形更是其中相当高分的一个表现 是一款综合素质非常不错的铁工厂玩具 利用这一集呢 给各位做一个分享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